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几只蚂蚁一直沿着马路爬行 速度虽快 可是跟我们行走速度相比还是太慢了 尤其是过马路的时候 我们都提心吊胆 万一它们被车轮碾死 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蚂蚁不懂什么红绿灯 为了给蚂蚁保驾护航 我们不知道违反多少次交通规则 强行拦下准备轻过的车辆什么的 也被交警盘问好几次 黄小桃便亮出刑警证说 我们正在罢案 好在夜间路面上车辆稀少 蚂蚁一直爬了三个小时 这过程太煎熬了 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小区的居民楼下 黄小桃指着一辆车心急若狂 看 昨晚那辆车 我一看果然是那辆黑色SUV 车主竟然将车牌卸了下来 但是车尾部并没有子弹撞击痕 不用手摸了摸才知道 原来凶手自己把它修不好了 挺有能耐的呀 我们跟着蚂蚁来到一间公寓前面 此时已经凌晨三点 查水表这招可不好使 门是设计成朝外打开的 踹也踹不开 撬死我又容易被听到动静 我建议说 咱们干脆以其人之道 还指其人之身吧 怎么说 我从墙上撕下几张水电废通知单 找王源潮要了打火机点燃 叫王大力开始喊 他心领神会的大声喊道 失火了失火了 附近居民全都被惊动 跑出来一看 正要出声责备 黄小桃亮出警官证 冲他们做了一个晋升的动作 居民们就站在楼梯上看热闹 有人小声问道 警官同志 这户人家犯什么事了 黄小桃严肃地说 这个属于警方亲密 不便透露 一个大妈打开话匣子 我早就觉得这小伙有点不正经了 自打半年前搬来 整天闭门不出的 出门也不跟街坊邻居打声张呼 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我问他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另外一个大妈举起手来 我知道 这栋楼水电费都是我受 住这房子的人叫金宝山 我们大惊 果然是他 这时候门开了 门缝里果然露出金宝山的脸 他一看外面都是人 立即要关门 王源潮早已眼疾手快地 用脚抵住门 金宝山掉头就跑 他有跳窗逃命的架势 王源潮是何等高手啊 直接将他扑倒在沙发上 黄小桃抱着双手问道 金宝山你跑什么呀 是不是做贼心虚啊 金宝山诚惶诚恐地答道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找我 昨晚我失去了一趟案发现场 我就是路过 想看看自己原来的房子罢了 没别的意思 那小子你竟然开枪 我就吓跑了 黄小桃冷笑 少玩这一套 老实招供吧 你的杀人罪名 金宝山一脸茫然地问 什么杀人罪名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问他 南非子弹椅是哪来的 金宝山一惊 我用洞悠之童捕捉他的微表情 此人是凶手无疑 他突然大笑 厉害啊 这么段时间就弄清楚了 看来是我低估你们了 黄小桃呵斥一声 老实交代 金宝山说 老家把手从我身上拿开 我这个样子太难受了 黄小桃向王元朝递了个眼色 王元朝顿时松开了手 金宝山从地上爬起来 澹澹身上的灰尘 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 掂起一支烟 嫌疑人要交代事实的时候 警方一般都会表现得 比较宽容一些 这也是他们唯一 能够放肆的时候 金宝山吞云土雾 悠悠道出了一切的缘由 五年前 他在某镇一家小出版社工作 辛苦攒了一些钱 买一套房子 可是一到晚上那房子就有奇怪的声音 他和妻子根本不敢住 租也租不出去 都说这是一套凶宅 可是这房子以前也没发生过命案呢 那套房子就烂在他手上了 他只能自认倒霉 后来恰逢妻子病重 为了筹钱给妻子治病 他只好卖掉这套房子 这时候一对书纸 自称是凶宅市住员 能把凶宅变干净 金宝山心头大喜 就雇了他们俩 起料他们住了之后 摇头说这房子太凶了 不如低价卖给他们 就当成是投资地皮 对方出的是卡脖子家 金宝山本来是不想卖的 但当时他太缺钱了 是好答应 那点钱根本不足以支付妻子的手术费 最后妻子就撒手而去了 金宝山沮丧之际 去一家酒吧买醉 恰巧遇到那对书之俩 他们俩都喝醉了 整个人吹嘘 自己最近捡了个大便宜 有一套房子 每天半夜有奇怪的响声 他们过去一看 大家才怎么着 原来是马桶里面困了一条金鱼 每天深夜就吐泡泡 他们把金鱼捞出来之后 转手净赚三百万 金宝山记得想上去揍他们 可是自己一借文若书手 动起手来必然会吃亏 他永远忘不了 那对书之俩贪婪丑陋的嘴链 于是暗暗埋下杀心 他暗中调查 这对书之的情况 得知这两人四处发这种邪才 坑了不知道多少人 被坑的人还对他们感恩戴德 金宝山决定让他们自食其果 死在凶宅里面 于是他改头换面 来这对书职居住的南疆市 找了一份工作 贷款从法庭买了一套最凶的宅子 金宝山不相信凶宅能杀人 所以他决定用自己的头脑 他否定许多方案之后 才想出最安全最稳妥的一种 非洲子弹椅 几年前 他曾参与编撰过一套 巨为动物大百科的书 所以才会想到这种冷门的生活 光是子弹椅还不扣 他要让那对书纸死在恐惧之中 于是他翻查资料 发现一种古代的禁语 使用的迷魂香 也就是夜不思香了 自己几经尝试 才成功调制出来 掺在墙漆里涂在墙上 万事俱备 他进来那对书职俩 帮他试住凶宅 还说上次多亏他们俩 自己的房子才能出手 两人被捧的云流雾里 完全不知这是一个绝命陷阱 后来发生的事情 与我的推理完全一致 那对书职在子弹椅的包围中 惨死的时候 金宝山就坐在别墅外的车里 手中攥着以后 欣赏他们的惨叫 心中别提有多痛快了 他事后并没有回去 怕留下证据 反而化设天足 反正那些子弹椅寿命不长 加上水土不服 活不了多久的 他不相信这世上 有人能解开他的局 直到我们去找他的时候 他心中才有些害怕 因为他听说警方最近 拼用一个特别神的顾问 破了好几桩大案 从那天之后 他就一直跟踪我们 当发现我们打算 试住一晚凶宅的时候 便想不如趁着机会杀掉我们 用绝后患 那栋凶宅 如果再出现三具离奇死亡的尸体 警方肯定不敢再调查下去 那么他就能高枕无忧了 可是没想到 我们不但活着出来了 还在短短一天时间内 解开了这个谜题 对此 他持有佩服的份 您刚才听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